毛衣静电粘在身上怎么办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见毛衣静电的现象 那怎样处理这种问题呢 一 减少毛衣的摩擦力 增加毛衣的湿度 一 使用衣物柔顺剂清洗毛衣 发现衣物待静电后把毛衣换洗一下 可以有效的去静电 清洗时加入纤维柔顺剂稀释 或喷洒在毛衣上可以去静电 二 如果毛衣是干的 可以用倒入了衣物柔顺剂的温水 稍微涂抹一下到衣服上 也可以直接用小喷雾器喷点水雾 将衣服打湿润也可以去静电 三 湿毛巾擦拭 用干净的温湿毛巾把衣服擦一遍 也可以去除衣服上的静电 四 用缝离子梳子在毛衣上梳理几下 也能消除静电 二 增加空气中的湿度 干燥的环境里静电容易产生和积累 因此当毛衣经常带静电了 可能是生活工作环境 空气大过干燥 要给空气加湿 可以给空气喷水雾 或是使用加湿器 三 减少自己的摩擦力 加增加皮肤湿度 一 勤洗澡洗头 如果发现毛衣带静电了 可以洗个澡 洗去身上的皮屑 减少阴雾跟皮屑的摩擦 也一并洗去身上的静电 二 涂抹润敷乳 涂抹润敷乳增加身体的湿度和润滑度 也能减少静电的产生 涂抹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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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涂抹润